內衣是女性最貼身的衣物 也是我們第二層肌膚 除了可以保護和支撐我們的胸部之外 千萬不要忘記 它也可以用來美化我們的身材和曲線 是女性展示內在美的最佳武器 而在我們同事當中 有位美少女很鍾情內衣 簡直是內衣專家 我們今天請她上來說說時尚的內衣 和穿搭內衣的提示 歡迎年輕女, 陳欣欣… 你好… 欣欣… 我也是她的欣欣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欣欣 我是理工大學制衣及房子學系 內衣設計畢業 真的很有研究 今天靠你教我們如何選擇胸部 對 首先, 你先介紹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毛肩帶的胸圍 我相信女士衣櫃一定會有一件 對 因為很多女士喜歡穿一字膊和露肩的衣服 其實這個毛肩帶就是我們必需品 食為了我們 是 但你看到它一來就是毛肩帶的 你看到它這個褲子 而且裡面也會有一個膠帶 對, 令到它磨擦力增加 就會防止它整個線下 但我想問, 如果這些… 如果突然想變回有帶, 行不行嗎 對, 行不行嗎 行不行 其實它這些也會配上包包帶給你 你看到, 這些就是可以拆出來的扣 這一個就是它拆出來的樣子 但它這個扣也很百搭 譬如它後面這一排都可以任你扣 你可以扣前一點, 扣後一點 譬如有些比較入肩的衣服 你可以扣進這個位置 對 而且我覺得這種毛肩帶的褲子 其實這裡一定要寬少一點 對 否則真的很容易鮮 因為我們拍攝經常不知道穿到什麼衣服 因為公司會幫我們準備衣服 所以通常我拍攝裡面都是穿這些 有時候我會特意想借一借 所以我也會很重視這些 家裡有很多款穿著褲子的褲子 對, 而且這個也有五個扣 對, 因為毛肩帶主要承托力 就是靠這個背部的薄 不是靠肩帶 所以通常這裡會比較厚和長一點 對, 第二款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這個Balkanets的衣服 什麼叫Balkanets? 是中文是什麼? 對, 其實它是一字口, 平口的衣服 通常你看到它都是半杯的 它的風扇會比較低 對, 它可以搭配一些比較低胸線的衣服 即是T恤 就可以露一點的衣服 有一點性感 對 另外, 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也是Balkanets的衣服 你看到它這裡都是平口的杯 其實它有一點… 可以做到一個上提的效果 比較圓潤一點 跟Push Shot不一樣 Push Shot的墊會厚很多 而且在外面 另外你看到它也可以包到身形 你看到一個褲子的磅 可以穿平口的裙子或衣服的時候 你就可以露外露這條裙帶出來 你看到它的褲子的邊 就可以配合衣服 有多一個層次和不同的配搭 而且如果胸骨比較突出的女士 你可以穿這些遮遮條 對 除了剛才說的那兩款內衣 我們今天還請到兩位模特兒 Angela和康琦 為我們示範更多款式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 謝謝你 謝謝 很漂亮 很性感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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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我覺得很成績 對… 欣欣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介紹一下Angela身上穿的衣件 其實是很流行 歐美方面很多女士都很喜歡穿的 就是這個browlet 其實是結合比堅尼和內衣的款式 你看到的款式很特別很漂亮 通常都是lacy的 很多都是沒有鋼圈 或者很薄的款式 除了身上Angela的款式 然後你看到它經常… 對… 手上拿著這個就是另一種顏色 還有一些就相對沒有那麼… 對…那個就是帽子的款式 背部你也看到一些很特別的 C-through的效果 一些蕾子的款式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形 外穿內搭的一個很時尚的元素 對… 我沒想過這個效果是這麼有型的 原來這樣再配一個西裝外套 真的很涉及女性的性感 很棒 對… 我覺得這種穿上去也很舒服 因為始終沒有鋼圈 對… 其實好像很自由的感覺 而且因為現在香港 我看到越來越多女生 都願意把這種browlet外穿 對… 當作是一個時尚的產品 混合衣服 對…我覺得都是… 這幾年開始看到這個潮流 各位姐妹也可以試試看 一定要有這個,對嗎 對… 而且我覺得這款就算是外穿 有時候好像欣欣的蕾子很舒服 對… 其實蕾子最適合 就是穿蕾子 對… 相對保守的人 可以這樣試試看開始 也可以 這個呢… 這個又挺特別的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很普通 我們受到女士的青睞 就是這個push-up-brow 你不喜歡嗎 這樣就可能… 對… 對… 但我看到這個質感很舒服 對… 其實它的push-up-brow 也有不同的質感 我們看到康琦 你身上那個也是push-up-brow 對… 因為它的膚質很薄 對… 它有些蕾子的材質 有些是畫面的 有些是綠色 很多不同的材質 都可以做這個push-up-brow 相對上 其實它的胸墊 也比較厚 而且令胸圍更加集中 然後它有向上和提升的效果 所以我想問 其實push-up-brow 通常它比較厚的部分 都是在外圍 在下面 在旁邊 然後令胸圍更加集中 不過我覺得這款 是否相對算是比較低點的push-up-brow 因為我看到… 有些是… 有些是超厚的 有些是很厚的 那些是日本 亞洲女士 都喜歡更多的材質 康琦身上這件 真的不像push-up-up-brow 我以為它純粹是裝飾性的 對 但是這樣搭配也是非常漂亮 因為始終是V漂亮的衣服 有一點有… 有一點有一點點 對 然後有一點邊緣 非常有型有性感 除了這四款胸圍之外 其實也有一些是… 例如是新款一點 對 對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有三個人的系列 其實它比較舒服 你看到我摸到它的墊很薄 很薄 超薄 它比較貼近你的身形 可以搭配一些舒適的日常衣著 對 我覺得這款很漂亮 背部也很精緻 我喜歡 你也可以加入這些好一點 很漂亮的背部的設計 又可以搭配一些低一點的背部的設計 或者露背的也好 可以搭配 對… 而且我個人也很喜歡這些三角形 因為有時候你的衣服也是師傅 因為你的三角形會令… 視覺上看起來會集中一點 對 而且會顯瘦一點 因為那個V位… 對 還有旁邊的就是身體衣服 你看到也是很流行的 很多女生都喜歡 就是歐美的女士 通常都會搭配牛仔褲 牛仔短褲 直接穿這件衣服 就不用加什麼 不用穿多件衣服在外面 可以看到空型 亦可以看到水果的衣服 我覺得是夏天的下必備 這個 你沒見你穿過 我朋友會貼出來 這件衣服 其實我有的 我覺得挺方便 而且挺漂亮的 它的模型 我喜歡這個 很漂亮 尖尖 很漂亮 而且下檔的位置 其實有扭扣 可以方便你 因為它連身連到這個位置 你去廁所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方便 所以又有一個位置可以脫 可以打開它 你就可以容易穿 容易脫 我覺得這一款最吸引我 是因為 始終女生喜歡穿身體穿的原因 是它可以很貼燈 貼瘦 對 因為如果它不是連身的話 可能只有上半部分的話 很容易你會促起它 會走位 對,走位便是 效果差很遠 所以我看到現在很多女性 例如晚上有些比較隆重的場合 他們真的可以單穿這個 或者像你這樣搭配裙 或者加件外套 會加件外套 是 上班早上比較密實 加件外套 對 然後到晚上打開它 就是另一面 對 可以有多種的感覺 我問問欣欣 接下來會流行什麼呢 今年其實都會… 那邊拿起那兩件 就會結合藝術藝的元素 現在拿著那件就是有些圖形 主要是環點和它的圖形 它就是一個波點 另外這件就是可能有些雷士 你看到它有很透薄的感覺 就像有羽毛的效果 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我看到這個後面是六個扣 它現在六個扣 長一點、闊一點 就可以包覆性強一點 整個背部的肉就可以塞進去 我覺得現在內衣 他們的 trend 已經是越來越流行 和一些可以單穿美貌 與實用性並重的款式